開學第二天 見著國小校門口 人行道一旁駕設護欄 家長送孩子上學 只能直接在車道上 讓孩子下車 還有家長不放心孩子 乾脆一起下車 牽著走進校園 因為做校園周邊的交通 一個改善設施 所以說目前呢 這個停車的部分可能就比較往外移 差不多一米的地方 那施工單位我們也要求他把人行的 學證通行步道也先做出來 讓學生還有家長們 他送學證的時候比較安全 那目前的話這個車輛可能就是 盡量靠邊停換之後 下車馬上開走 基隆建德國小前 目前正在進行人行道改善工程 從建德國小到上頭的 建德國中 前面人行道全面封閉 長度約280公尺 隨工程5月合定 7月中完成發包 8月10號才動工 預計要到10月底才能完工 學校這邊也會配合工程的進度 來做交通上面的一個疏導 然後這個工程的進度上面呢 可能隨時都會有變化 那學校也會跟家長做好宣導的工作 目前有加派這個導護志工 來協助學生上學入校門的安全 那在校門方面也有提醒施工單位 就是在圍籬的部分 要引導學生可以直接入校門這樣子 那目前學校也有積極跟區公所這邊爭取 那未來如果機車停放區這邊會施工的話 我們就會希望說區公所可以協調 要在這個網櫻花社區這一道可以 讓家長可以做汽車暫時的停放 因為有志工媽媽在指揮 還有學校老師在指揮 比較不會那麼亂 但是就是因為比較注意安全問題 家長就質疑 暑假長達2個月為何不施工 但公訴強調5月才收到補助 7月完成發包 8月就進場施工 目前加快腳步縮短工期 那整個工程在我們7月12號的時候發包結錶 那發包結錶完了之後 我們就立即展開相關的一個準備的工作 就是廠商一些開工前的準備工作 那我們現在也把相關的一些 就是校園周邊的一些通行的一些 臨時的一個通道的部分我們都有隔離出來 那最近這幾天也有聽到一個 學生家長的一個反應之後 我們最近在我們這兩天 我們就會跟學校的一個校方 還有我們七公所 還有我們家長這邊一起來 來溝通協調看看 看看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就是我們周邊的一個行人的一個 施工期間的一個行人動線的部分 我們趕快來改善 公務處強調會盡量縮短工期 同時協調教育處學校加派導護資工 維護學生上學安全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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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